我要实名举报江苏省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黄金忠 2019年下半年 我曾因患有医症去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 偶然机会认识了神经内科医生黄金忠 黄金忠利用本人患有精神类疾病 通过诱骗和药物固执等手段 迫使本人和其长期保持不正大关系 在此期间 黄金忠多次向我炫耀其收受医药代表贿赂 和病人投包的情况 他的治额财产来路不明 医疾败坏私生活混乱 并且为人嚣张 称医院会保他 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 我承诺本人举报内容都是属实 我再次重请国家有关部门伸张正义 人呈不搬送水 为特效的重点 又有一名医生被实名举报了 而且还是性侵患者 你这不是救死扶伤 你这是色胆包天 你这不是医者人心 你这是人面兽心 这个女子说 2019年下半年 她曾经因为患有抑郁症 去这个医院就医 偶然的机会和黄某某相识 可是黄某某就利用 她患有精神类的疾病 通过诱骗和药物的控制等等手段 迫使她和黄某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黄某某各种找办法联系这个女子 以取药的名义把该女子骗到了诊室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 当时疫情期间 女子大声呼救 但是没能得到解救 因为没有人 那么实名举报的女子本身就抑郁症 当时就没有举报 没有报案 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了 在这段期间 黄某某又多次向她炫耀 收到了医药代表的贿赂和病人的红包等等 称医院会保护她 没人能拿她怎么样 试图控制这个女性 长期和她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这个事情败露之后 她赶紧给这个女子转了30万 想用钱来解决 这个事件已经被医院证实了 而且给了处分 但是是否涉嫌强奸 目前还没有通报 真的是丢医生的脸 惊虫上脑 干下了禽兽不如的勾当 除此之外 所有医生举报里边 我们发现都有医药代表的身影 到底医药代表和医院 有着怎样的交易 也应该被全面披露一下